今天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省委书记信长星省长许坤林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看望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中央媒体和江苏媒体新闻工作者 信书记用精彩分成可圈可点八个字来点赞两会报道的良好效果 60多个专题专栏1000多条原创报道 这是我们总台两会开到现在的工作量 平均下来每天都是近200条热拉滚烫的原创报道 咱们真是够拼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责任感 报道好关键一年的两会很关键 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宣传好有助于落实好 代表委员们履职尽心尽责 传递他们的好声音需要拿出同样的好状态 产品高质量传播高流量我们全力以赴 写稿拍摄制作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新技术能上尽上新创意敢用会用 让大屏小屏繁花似锦 千万加量级的新媒体产品引爆全网持续刷屏 手振创新爱拼才会赢 两会后我们会继续加油干 就像新书记要求的那样 用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报道 更广泛的凝聚起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永挑大梁的磅礴力量 感谢观看